大家好,我们又见面了。 今天来聊一个关于通信方面的知识。 3G和4G到底有什么区别呢? 4G网络的下行速率比3G快20到30倍。 上传的速度几乎能满足所有用户对于无线服务的要求。 有人曾这样比较3G和4G的网速。 3G的网速相当于高速公路,4G的网速相当于磁悬浮。 4G通信是在3G通信网络的基础上进行大幅度的改造和研究, 才使4G网络在通信宽带上比3G网络的蜂窝系统高出许多。 据研究,4G通信的执行官们说, 估计每个4G信道相当于3G网络的20倍。 4G和3G通信的核心建设技术根本就是不同的。 3G移动通信系统主要是以CDMA为核心技术, 而4G移动通信系统则以OFDM最受瞩目在建设4G通信网络系统时。 通信运营商们会直接在3G网络的基础设施上采用逐步引入的方法, 这样就有效地降低了运行者和用户的费用。 您知道了吗?